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知道吗 江西有一位袁先生有钱的买了凯迪拉克轿车 然后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 然后一出车祸 哗 六个安全气囊 一个都没弹出来 所以这袁先生当然就要把这凯迪拉克告上法庭 但是说后来他又考虑 考虑现在是 说考虑追加刘翔 作为他的这个被告 因为他说我是受了刘翔的巨大感召力的这个影响 才去买这个凯迪拉克 但是我请问一下这袁先生现在应该没有受什么伤吧 安然无恙了 袁先生自个儿就是安全气囊 我看这也是一个神人 是吧 那这个安全气囊要爆出来 也要在一定的时速跟一定的冲撞力下 他才会爆出来 不是你紧急刹车一下他就能爆的出来的 是 这事儿啊 我觉得闹不清他那个有多严重 他闹事情况就不知道 你知道最近两会话题都谈这个吗 是啊 张艺谋跟冯小刚 什么从从来不会公开跟什么的吵架的 这事上对垒了 对话 对话就是说什么呢 食品安全法我认真研究了一下 出来加了两个词啊 一下引起一场争论 加了个个人 叫做什么呢 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 就推荐这个食品方面的这个广告的 如果你这个食品出了问题 叫做负连带责任 然后有记者就问那个官员呢 说啥叫这个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几乎等同于同等责任 赔的你倾家荡产 这就可以给就是让你赔的倾家荡产 那么就这个掀起争论了吗 那个冯小刚那头不是两会上不就说了吗 说五百包方便面 我就是自己吃了四百九十九包 他第五百包出了问题 那我怎么办呢 但是你看人张艺谋毕竟是这个 导过这个奥运开幕式的觉悟 他就透着高 是吧 说我认为你既然代言了 你就要负责任 对吗 有争论 那么我呀 这两天做了一番研究 包括研究了美国日本等等诸国 我得出一结论 怎么样 这个明星啊 做食品安全广告 我认为呀 有赌博的性质 怎么讲 有赌博的性质 你就要赌他会不会害到人 这事我跟你讲 他他就他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说你你你能保证他不出问题吗 那么那么最好的方式 所以有的明星急了 就说你干脆 国家就定一个禁止名人 代言这个食品广告 这样的话我们谁也不会眼红 谁也别挣这个钱 其实我最高兴这样 最好就是说所有人都别拍 要不然我整天就嫉妒的发疯了 没人找你拍 对 不是没人找我拍 我是长期有价无事 他喜欢形式低调 所以 对没错 不是我对广告的心理啊 那真叫一银 你知道吗 我就太想钱了 你知道吗 可是我又太怕这个广告了 你知道吗 所以呢有些人 就能看到刘翔拍广告 你会幻想 你就是电视里头在跑的夸来那个人 对 他必须来祷告说 安全气囊别开 安全气囊别开 不是 就是说我怕他的不良影响 因为我这个人比一般人呢 谨慎 确实是 谨慎到胆小的程度 你知道吗 但是呢 我又太想那个钱了 有些人清高啊 就说我不拍广告 不蹚你这浑水 我的态度是什么呢 掉起来卖 你知道吗 所以长期处于有价无事的状态 他那个广告的单价比流响还两倍 还高 大家知道 价钱很高 所以我就没有一个谈成的 但是我爱给人谈 哈哈哈哈 这给人闹个架嘛 都高兴 你知道吗 整个这个过程啊 你会比如说这个事要谈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里啊 一大块钱 这一大块钱在你的脑子里转来转去 这玩意很过瘾 而且你知道 我有一种经历 你们普通人没经历过 比如说有一个广告 我跟你说 那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大约就在忘了什么时候了 就是是 反正也许是我不合适 也许是人家不合适 最后 我就 我就没做 对啊 是吧 我就没做 然后你知道吗 当我这个毅然决然的 做出这么一个高尚的决定的之后 这一个月啊 我就这一大块钱呢 跟是我跟你说跟失恋差不多 睡不着啊 后悔的肠子都毁清了 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可是 我这 你们不能理解 真不能理解 这个人呢 你知道我多爱钱呢 真是不能 但是你怎么能这么爱钱呢 我为了人民群众啊 我不是为了人民群众了 反正就是我为了怕出事 你知道吧 拒绝了之后 后悔了大风 后后 那个我才意识到 你知道吗 当这一块钱 你失去的时候 你才知道这块钱 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呢 他从来就不是你的 我就没见过这么多钱啊 真的假的 那有又怎么样 啊 他闻道是修道之人 他和尚 你这我没法跟你聊这样子 但我觉得挺好的 你这样子你可以留意英明 你知道吗 因为就是说 你在市场上的行情价 就永远挂在那儿 真的吗 那当然 广美是有经验 最近撒广告找他的 应该说我推了三个广告 因为你刚才讲到这个艺人 刚才我们在台下还在那边讨论说 艺人到底是不是弱势群体 我其实真的觉得很心酸 为什么 前一段时间 因为你们都知道 我最近真的是 就是你每个人都得挣钱 不不不 对每个人都得挣钱 你尤其需要挣钱 是的 孟光美尤其需要挣钱 因为现在负债累累 对对对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现在你们可能每一天 都会从不同的管道 因为孟光美 你疯了吧 你打开电视机 翻开报纸 我没问杂志都看见他 对 然后什么杂志全都是你 有一次我不知道到哪里 去参加一个颁奖礼 你知道有个记者 他问了一句话 我很伤心 我真的很伤心 他问我说 孟光美我们知道 你最近很努力的在工作 我想请问你 你有曾经推过什么 就是说 你有没有推过什么工作 有没有推过什么样的广告 那种就是有一种 就觉得好像你接烂了 对就觉得我是 激不择 激不择实的那种感觉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就是刚好推出了 这种所谓的广告安全 食品安全法的时候 我那时候其实听了之后 我会觉得说 在这种场合 其实我们有办法 好好地跟你谈这个问题 但事实上 我的经纪公司最理解 我才进公司半年的时间 我已经推了三个广告 那里面不只有食品类的东西 也有就是化妆保养品 像我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的人 保养品化妆品是我最大的广告的一个裁员 跟市场是最大的一块 我真的是一个来我就推一个 一个来我就推一个 对那个时候都还没有立法 为什么就像你讲的良心问题 然后我也要求他们 我要你提供很多这种什么检验报告 我要提供你这个什么工商登记的一些东西 有的呢就推推脱脱就去说 你就当个代言人你管这么多干什么 他振振紧紧紧的公司还怕给人看商业 那可能有一些有一些中间人 有一些中间人 他们就说光明你管太多了吧 我说这个东西为了我自己的安全 也为了消费者的安全 我说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你不要告诉我 你连这种安检的东西都过不了 后来他们就copy了一份那种模模糊糊的那种 那种东西来给我 我没研究的半年 看把你放大镜都看不到那个字 我觉得不靠谱 然后最后我也就推了 然后有那种 哥们这事啊 中国的某些产品 以你我的智力 他就是看着靠谱 你也难说呀 没错 那照你这样讲 咱们是真的都不要代言了 不是 我觉得这个问题在哪呢 就是其实我不是要帮明星 帮你们这些明星去解脱责任啊 我也不认为明星真的是弱势群体 这个弱势群体这个讲法 我觉得是相对而言 就看你在什么环境下讲 今天你讲明星是弱势群体 一定得罪一大帮人 因为这个社会上 还有太多真正弱势群体 但是我觉得这里所指的弱势是什么 就相对于国家 相对于企业 你是弱势 什么叫相对于国家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你说你去代言食品 这明星就像冯小刚那个话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就是你真的不可能 就算你自己真的吃过 喝过那个产品 你觉得没事 你能保证他永远都没事吗 不可能 你唯一能信赖的 除了这家公司的商业之外 就是国家给他的证 其实大家都在信任的是那个制度 但是问题是 现在很多时候是制度失效 像三路这么大的牌子 都会出事 谁能猜得到呢 谁能知道呢 这明星更不可能知道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把这个责任 推到明星身上的话 那监管局的责任在哪里 这政府的责任 如果要连带责任的话 当初发证件给他 说他能够拿出市场上卖的那个人 那个机构 那个部门 我都应该去告 我都能告 而且有的明星也说了 这现在前一阵不也说 不准这个药品的那个 做那种主持人是挺恶心的 我觉得那种是吧 但是就说这个事情 就说到最后 就是说使用者 好 那么广美你要代言一个硝烟药 有病没病 天天吃一片吧 对啊 将今要再连行 广告之后见 来文道 我是觉得名人名星啊 代言广告有点责任 要有点良心 他自己应该像广美 那么仔细的搞清楚 可是我觉得你现在提出立法 比如说立了这些法 说个人有连带责任的话 我觉得这种讲法 有点误导群众 就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呢 中国有种很奇怪的民粹主义 就大家讨厌精英 一般老人一说起精英就骂 这精英包括很多人 就包括了一堆 常常在荧光幕 荧幕上亮相的这帮明星 也是属于精英 大家讨厌这帮人 虽然又买他们的唱片 看他们的东西 但是觉得这帮人吃喝的 吃香的喝辣的 对不对 出入豪华场所 做头等唱飞来飞去 就觉得很讨厌这群人 然后你这时候呢 这是一种仇恨 另一种仇恨呢 就是我们今天中国 对所有产品老百姓 对食品药物太不信任 那些广告大家看了 都觉得很烂 对不对 我看了那种广告就烦 一播一分钟的那种广告 播几分钟广告太难看了 结果这两种仇恨 现在就结合在一起了 就对明星的那种 嫉妒也好 不爽也好 加上对这些广告的仇恨 啪一下加在一起 结果掩盖了真问题 真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刚刚说的 部门的责任在哪 你如果今天有人提出立法 我觉得是在转移视线 就是让大家忽略到了 在里面最应该负权力的 负责任的公权力 他的角色 然后引导大家 把这两种仇恨 或者两种不满的情绪 结合起来 就针对一些人 你如果说凯迪拉克 这个车有问题的话 刘翔 OK 你说刘翔自己开 他是不是要自己 也是常常一开说 我得先试试 你这个安全气 刘翔撞一下 撞一下 出来了 你这个车能够让他在路上跑 是有部门去检测 他安全 他在中国马路上行驶安全 才能让他出来的 为什么你不去告那个政府部门 所以啊 这个我刚才听文道讲 我还想起来啊 不仅这个明星代言广告啊 他需要有这个这个赌博的意识 对吧 你要跟要赌徒 你没风险就别挣这钱 对吧 那么再有一种了 我就发现啊 要有神农长百草的精神 你知道吗 我早年我有一个印象很深 在美国啊 有一个消费者杂志 你知道你到这个杂志参观呢 里头是一个车间 哎呦 这个车间里啊 有放了20年 一直全天24小时开着电视机 有那个那个把电电冰箱吊起来 光砸一下光砸一下 就在做这种实验 他们就专门为了消费者检验各种产品的质量 我想啊 就是你们明星啊 光砸 是不是也应该每人筹点钱 成立这么一车间 你们的权威性应该高过国家质检总局 这才叫牛啊 对吗 对啊 那家伙最后老百姓相信啊 这咱明星的车间砸出来的 对你说起来其实啊 像广告啊 像我在香港看啊 香港当然有时候也常常会出毛病 但是一般而言 香港的这种药物广告 健康食品广告 管得算很严的 他主要还是要靠有关部门要去管 比如说你出来一个广告 香港很在意 香港现在最近才在讨论这事 医生能不能卖广告 你知道香港医生是不能卖广告的 医院是不能卖广告的 对 那这个东西呢 就比如说你一个医药产品出来 你明明是医药产品 那你卖广告的时候该怎么卖 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 一犯规的话就重罚的 没错 你应该直接去管这些广告 而且光砸 你要不说我多有爱心的 我看到这个之后啊 我没有想到大的什么明星 我想到的是这个里头啊 也有弱势群体 他这个法律啊 就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 他可没有说名人 你明白吗 那么你要想到 好多那种广告模特 光媒可能很熟悉 他没名气 但是你广告上总体有人呢 广告 那咱要说严格这个较真的话 这法律 如果这个他们那些人可能就拿几千块钱的 几百块钱 你让他拍一下 他就拍了 他不出名的那些议员 那些笑项模特 广告太多 好那么如果这产品出了问题 你让他拍他跳楼了 他得你想到这个问题 要翻来反的那个小孩怎么办 告他们那个娃娃 哦是啊 对吧 所以就是说这个食品安全法 他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 他到底是什么 是要遏止名人以高价来做广告呢 还是真的他想要保护消费者 保佑保护那些食用者的安全 我有时候在想 那当然是有一些大品牌 为了把自己的形象赶快做起来 还会砸很多钱 一千万 来我请斗文涛来做广告 他很快就红起来 但是你还要想到 超级市场里面那些满坑满谷 那些没有拿出来做广告 但是你说那些食品真的安全吗 里面那么多所谓的蓬松蓬化剂 那有人来管这些事情吗 不是这个我现在慢慢想啊 因为我比较相信因果报应 所以可以说是一种落后的 什么封建民信的思想 但是我就是老觉得吧 拿名气挣钱 这事有风险 那哪有 比方说 不是比方说别人找我去主持一个活动 我 我自己给我自己一个一个一个解套的 就我觉得毕竟是我干了体力活了 我凭我的活干了 但是广告这个东西 自我安慰吧你 是自我是意淫吗 就是 就是这样 自我麻醉吧 对是是是 当然是了 但是就说广告我是有点怕 那为什么呢 我看看美国的情况咱这一般的以美国为师吗 好 我看的资料里讲啊 当然这个情况我不是很掌握 美国资料里讲也有严格规定 就名人代言这个食品方面的这个广告啊 就说在美国被法律上被认为这具有正眼广告和担保广告的性质 也也就是说呢 你必须是该产品的实际使用者和直接利益得到人 如果发现不是因为就说那个迈克杰克逊曾经代言什么好像是百事可乐 反正一个什么广告 后来人们发现呢 他平常生活里他不喝汽水 大概是漂白脸的不爱喝汽水 他不喝汽水 所以一下子他就会评为全美好像最被人讨厌的那个艺人就认为他要负责任 这个我觉得合理 就你用你帮他卖广告你要用他 对 其实这个不只是不用法律规定 就连广告公司或者客户也常常会有这个计较 比如说我赞助 比如说我卖手表的 我赞助你了 比如说你我让你当广告代言人 但你出席任何场合你从来没带我的表 你带别家的表 这光是我卖表的就已经先不干了 也不干了 可是我觉得这里头这事还是这么看 就我觉得名人广告啊 其实我本来就不是很感冒 我坦白讲啊 虽然我很多朋友都拍广告 但是我真的不是太喜欢这种广告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 在我看来是一种懒惰的表现 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做创作的人啊 我觉得对有做创作的人来讲 真正的要卖力的东西是不靠名人 靠桥段 靠技术去做出来的广告 叫做好广告 比如说你看那种广告大奖啊 很少是那种只靠一个明星出来站几下 通常都是一个创意 那不可能的 都是靠创意 通常都是靠他们的创意 对 但是我知道据我的研究 他的观点叫欧洲派 欧洲人不像美国人 也不像东方人这样的 就说那么非理性 就是据说欧洲国家的广告 更加注重创意 而包括欧洲的消费者 你也不会太把你们明星当回事啊 因为你明星你代言个什么东西 你又不是专家 那难道我就信你吗 这就相对倾向于欧洲的 所以我就觉得你要照较真的话呀 什么 咱要照美国派呢 我就觉得 是不是说以后做广告啊 咱也按照我们新闻系的训练 咱就真的是实话实说 就比如说 大家好 以后广告词都这么设计 这个食品呢 到今天为止 我是吃了三包了 以后我不管 这事不算 最高食用量三包 最高 还有人会会找 开广告吗 我保证今天几月几号 我会用 强强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我关门 敢言 敢啥言 你刚才不是想说吗 都被你们打断了 我都被你们打断 没有 其实他刚才讲到 这个广告 就是说没有创意 其实广告就是 就是Quick Money 快钱 对于厂商来讲是快钱 对于艺人来讲也是快钱 然后你刚才讲到 这个所谓的美国 跟亚洲的这个所谓 广告的文化的不同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其实呢 在美国有很多艺人 都很不屑 非常不屑去拍广告 尤其是一些电影 尤其是一些电影的巨星 他们会觉得拍广告 是简直是不入流 会侮辱他们身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拍一部片 给有两千万美金的收入 没错 所以他不需要去拍广告 没错 那你说像我们这种 在那种那种刀口边缘 挣扎的这种 什么都得干的艺人 其实我们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这样 积极音音的每天 其实我们最终目的 真的其实就是希望 能够接一支好广告 那合适的是吧 合适的 所以他们那些艺人 我觉得很怪 我发现你刚才说 那种好莱坞大牌 像Brad Pitt 我好像没见过他拍商业广告 但是他就在日本接广告 对 Angelina Jolie 对 在美国就不接 对 然后他们觉得是远东 美国的圈内就 人家就看不起你 他们接什么呢 慈善广告 对 Brad Pitt最近专门帮这个新纽耳尾粮事 重建计划拍广告 Angelina Jolie就专门帮这个非洲第三世界的 孤苦的平民们去拍广告 然后呢 但是他们反过来 有一种怪现象 我们发现 就他们常常被狗仔队拍 拍了之后 拍的Brad Pitt 就说 哎呀 Brad Pitt用这个牌子的手提袋 他其实没卖广告 但是这么火了 那个袋子就 就无形中做了广告 他还没收钱 这也是一方向 就是人家人做的高 对吧 你巴结你都巴结不上 这钱老子还不上了 但是他还不理不出 这个演技啊 该给的钱 他不给那么多 哈哈哈 他不按照市场 还不给呢 有时候做了不给 按说主持人 我也不喜欢拍广告 你这你多 你我该给的钱 你给我 最好的